除了放在 除了這個 這圖傳除了放在相機上面 這圖傳除了放在相機上面 其實也可以拿來連接各種的影音裝置 只要有影像都可以 像是電腦啊 你要傳到一個比較大的 會議室前面的電腦大螢幕上面 除了剛剛的相機示範 除了剛剛的相機連接方式 其實以圖傳除了剛剛相機連接的方式 其實也可以使用電腦啊 像是你要在開會的時候 投影到前面最大的投影幕上面 那你還要去前面接線 然後在那裡很狼狽 在那裡接線 不用 你直接一個無線圖傳給你 然後你就直接連接 就可以直接報告你的簡報 你不用這樣一條線啊 然後在那裡傳來傳去 有多麻煩的 除了剛剛的相機使用方式 那其實你也可以連接任何的訊號來源 像是電腦啊 你要做簡報 要前面的投影片 你也可以直接用這個無線圖傳 就連接到前面的投影機 那還有像是家庭 除了剛剛的相機示範 其實你只要有訊號來源 都可以連接這個無線圖傳部分 所以現在這樣 除了剛剛的相機連接方式以外 我們其實也可以連接任何的訊號來源 像是XBOX啊 PSP啊 PlayStation PS4啊 XBOX啊 PlayStation 除了剛剛的相機連接方式以外 除了剛剛的相機連接方式以外 其實你只要有訊號來源 不管什麼裝置 都可以使用這個無線圖傳來連接到你想要的地方 像是我們現在的電腦 你假設要投影到前面的螢幕上面 那我們現在是連接到接收 除了剛剛的相機示範 除了剛剛的相機示範以外 其實這個無線圖傳 只要你有訊號來源 想要傳到另外一個地方 都可以使用 除了剛剛的相機連接方式以外 除了剛剛的相機連接方式以外 我們只要是有訊號來源 想要傳到另外一個螢幕 或輸出裝置 都可以使用這個無線圖傳 像是我們現在連接電腦 然後我們直接連接到另外一個螢幕 所以你假設你在會議室裡面 你電腦連接不需要去拿那個HDMI線 這樣子接過來 有夠狼狽的 你只要連接 輕鬆的連接一個小裝置 你就可以直接做你的簡報 這樣子不是很好啊 哪有其他的方式 那還有像 那還有其他的像是你要 那還有其他的想 那還有其他的部分 像是我們家庭的 那還有其他的使用方法 像是家庭的劇 那還有其他的 那還有其他的部分 那還有其他的 那還有其他的像是家庭劇院啊 那還有其他的就像是家庭劇院啊 那還有其他的就像是家庭劇院啊 你不需要投影機在上面然後牽一條很長的線上去吧 你直接一個無線圖傳這樣子連接 然後你的投影機上面就可以接收訊號 你... 像什麼Xbox啊Nintendo Switch啊PS 像什麼Xbox啊Nintendo Switch啊 像Xbox啊Nintendo Switch啊Steam Deck啊還是什麼 像Xbox啊Steam Deck啊Nintendo Switch啊PS PlayStation啊之類的都可以連接 這樣不是超方便嗎 像Xbox啊PS 像Xbox啊Nintendo Switch啊Steam Deck啊 像Xbox啊Nintendo Switch啊Steam Deck 像Xbox啊Nintendo Switch啊Steam Deck啊PlayStation啊 都可以連接,超級方便耶 所以像Xbox啊Xbox啊Xbox啊Nintendo Switch啊 Xbox啊Steam Deck啊PlayStation啊等等的 全部都可以連接啊 就... 所以像Xbox啊Nintendo Switch啊 Xbox啊Nintendo Switch啊 Xbox啊Steam Deck啊還有PlayStation之類的 全部都可以連接啊 多麼方便啊 我可以說來吧 那個小用心的呢 都可以連接啊 有了嗎 有了嗎 有分嚴重嗎 有你啊 有我們再說有哦 那這邊我們來測試 那現在這樣子 那這邊我們就 那這邊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影像處 那這邊我們就來測試一下我們影像傳輸的穩定程度 那順便這個 那這邊我們就來測試一下這個影像圖傳的連接順暢跟 那這邊我們就來測試這個影像圖傳的連接跟 流暢程度跟順暢程度 那這邊我們就來測試 那這邊就來看一下我們無線圖傳的順暢 會不會掉格還有它的流暢程度到底怎麼樣 那這邊我們就來測試